一早燕陽高掛民眾把握機會出門 接下來天氣便濕再轉冷 週五晚間一波封面接近 週六整天封面報導全台猶豫 緊接著週日寒流來襲 一波比一波更冷 從週二到週四最低溫下灘5到6度 西向暑更預估下週二 苗栗縣天安溫度1到4度 週三則是苗栗1到6度 新竹1到5度 是今年入冬以來最冷的一波 我們在桃園跟新竹苗栗 原量上是比較少的 還有一些還是有一些輻射冷卻的作用 另外降雪則是由北到南 氣象屬預估下週一晚上到 下週二北部宜蘭 一千到一千五百公尺高山 有機會降雪 接著下週二中南部花東 兩千五百到三千公尺高山 也有機會降雪 氣象檔案彭啟明也提醒 常連冷空氣南下 預計達到寒流等級 週二晚間到週三清晨 要特別注意氣溫 天氣變冷 兩大高風險族群 六十歲以上的長者 或是有慢性疾病的患者 則要特別注意 如果出現血氧下降 呼吸困難 持續胸悶胸痛 心跳過快 血壓降低 意識不清 六個都可能是重症前兆 得緊急送醫觀察 另外一般人也得留意 即使病非高風險族群 氣溫變化大 還是可能引起病症 一時提醒 就醫檢查波科少 也得注意病發 嚴重肺炎的可能 讓後續治療更順利 藉由王智瑩來聽 特別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義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 兩千三百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